河环古地是中原王朝经营侵占高原的挑板 也是保卫河西走廊的据点 季党后期以来 河环古地就被土拨占据了 到北宋西夏崛起 占据了河西走廊 宁夏平原等地 对关中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减轻西夏的侵犯 北宋两制和西夏一合 用金钱换和平的方式来维系西北的安定 然而 这只是权益积极罢了 宋神忠即位出击 立经图计 立即革新 他应用往安史变法 富国强兵 力求解决朝廷的山容问题 增强军队战斗力 提高北宋的国力 1068年 长期游历西北的王朝向神忠献平荣策三篇 讲述了攻灭西夏的策略 王朝认为 想要灭西夏 先要收复和谎 一旦收复和谎 就能让西夏父辈受敌 而西夏近年来 也在谋取青海 其目的就是解决后顾之忧 一旦实现 西夏便可以倾全国激利而南下 到时候不仅西北受到侵扰 连巴蜀也必然被殃及 因此 王朝主张一定要拿下和谎 王朝的平庸策 正确分析了西北的局势 也符合了王安石变法的主张 因此很快便被宋神忠所重视和采纳 不久 宋神忠就验用王朝为秦梦路经略师记忆文字 让他在西北实行平荣策的计划 王朝到达西北欧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服和谎一代的强主 赌博崩溃后 各部割据 互不同意 其中青海一代 鱼龙科的势力最大 主要鱼龙科臣服于宋朝 其他小部自然望丰而复 为实现这个计划 王朝清帅术级 祈祷于龙科的帐种 向鱼龙科讲明厉害 这次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后来鱼龙科就带领十二万之众 依附北宋 第二件事 就是在渭河上游囤点 做长九七七 当时西北土地荒芜 无人耕种 西北的物鸡 粮草供应依靠官府 商人从内地运来 成本居高不下 王朝就将在西北推行 王安石变法的示意法 他在当地设施一时 低价时收购物鸡 高价时卖出物鸡 不仅调节了物价 还增加了西北军队的收入 当时朝廷也有许多人攻击王朝 幸好王安石大力支持王朝 才让王朝得以在西北 稳住阵脚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王朝与1072年对河黄地区的 枪人发动了进攻 枪人虽然互不同意 但他们居高了一下 占据显耀之地 让宋军难以深入 战争开打不久 宋军就因挫折而退阶 王朝为鼓舞士气 自己披挂上阵 并定下来了退阶荡棧的规矩 最终 宋军士气大长 直接拿下了镇倒 后来起地改为了西州 第二年 王朝又攻取了河州 但江人又发动叛乱 王朝带军翻山越岭 从急剧不平的小道攻入河州 再次收复河州后 王朝情性追击 又收复到宁厄州 跌倒厄州以望风而降 此战 宋军辗转转战五十四日 发现一间八百多里 攻于五州 脚卧牛羊马数以万计 这可是北宋开国以来 唯有的开疆攻击 王朝收复的六州 但是宋长有一个传统 那就是重用文整 防范武将 王朝在西北军事上 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那既然会遭到打击 1075年 北宋和越南爆发了雍州之一 王朝上纽指责朝廷 旅用兵士 劳力废产 宋神中既然不满 于是将王朝贬及红州 王朝颇有怨言 又被贬将其其恶旧 宋神中后期 禁止机心衰退 反对心法的司马光 高太后等 常常在耳边说 我安时的不好 最终 宋神中动摇 1076年 我安时最终被罢处 宋神中决定 亲自主席变法 1081 西夏良太后发动政变 宋神中趁机对西夏 发动了战争 然而缺乏了名将的调动和指挥 这场战争打得一团糟 此战 宋军不仅未能消灭西夏 还损悉恶势万言 宋神中也因此失败和一命误会 宋神中拒世后 年仅9岁的宋哲中几位 高太后出联听证 西马光当上了宰相 这一次 西马光终于要大展传角了 他将心法部分好坏 全部废除 就连书氏为心法说了几句好坏 也被贬了 经过这么一折等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不久就被毁掉 那么 王朝收复的土地该如何处理呢 宋神中刚句式 就由大学时提出 兵姬不可不弃者有三 地姬不可不弃者有五 既已善者王师所得土地还赐下过 也就是主张将王少开辟的席 何等山州和宋军在1081年攻下的密集 浮屠 塞门 义和 吴宝 加鲁 安江七寨 与兰州 定西城等 全部送给西下 此言一出 朝廷鼎沸 西马光当时称病在家 但是非常关心此事 并专门上周 说可以先将1081年攻下的七寨送来西下 至于兰州 定西城可以慢慢商量 西马光为什么主张放弃土地呢 一个原因是这些土地是王安史变法的成就之一 西马光是全满否定王安史 因此变法期间获得土地一律不要 第二 当时司马光等旧派当心战火冲销 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 于是向宋土地以求一和 北众割让给西下的誓寨 司马光的言论遭到了新法牌的反对 朝廷指责之声誓寝 不过 随着司马光成为了起政 蔡隽 张敦 韩正现后被扁除朝廷 朝廷大臣就再也不敢反对司马光了 这时候 朝廷的争论变成了到底敬送哪些地方 范纯隐 范纯粹主张放弃家卢 米姬 浮屠 安江世债 说者 刘继等人主张兰州也可以放弃 司马光 文彦博则认为西河路都可以放弃 看到朝廷大臣如此无耻 安道气得起白桌子 大叫寄灵无以动 皆中国故地 先帝心问罪之事而扶持 何乃借欲如是 与公祝虽然也反对变法 但他实在也受不了司马光卖国的行为 于是站出来喝迟到 先朝索取皆中国究竟 而兰州乃西班地 非先属下人 今天只试守先帝禁度 其轻易与人 况下人无厌 与姬氏足以齐齐轻武之心 且中国严守被以待机 比一安能去于武患 不过 司马光是听不进句话的 毕竟司马光是一位非常固执的人 这时候 曾经在陕西任职的孙禄 拿来一幅地图 指着司马光说 自东远至西州 彩通一径 西极北以街下径 金制北关 辟土百八十里 滨大河 承兰州 然后可以汉壁 若捐以雨地 一道未易 西马光这才恍然大悟 说赖以访军 不然激勿国事 不过 西马光的醒目并非是不割地了 即是不再坚持将整个西河路 割让给西夏罢了 而只是割让了加鲁 米基 浮屠 安江市寨 不过 世战已歌 西夏又想得到南州附近的气窟 性怒恶宝 其实 苏哲主张放弃恶宝 还好吕大方 刘继等认为恶宝是南州门户 不可放弃 才否决了苏哲的意见 西夏见北宋不肯居服 便引兵来战 西夏没有占到便宜 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1093年 宋哲中亲政 张东回朝拜相 驱逐就当 问哲员又出参与弃地的司马光 文彦博 范淳言 范淳坠 赵谢等人 西夏化界也被挺起 此以后 在新法派人物吕卫青 张敦的带领下 北宋军队和西夏大战两场 西夏接连失败 备获签订了城下集盟 如果不是后来宋徽中的乱来 北宋或许已经消灭西夏了吧